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环球时报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很高兴这么快又跟大家见面了 我是老乔 我是一名雕刻理发师 今年是建国七十周年 之前也有一些顾客会过来找我剪一些 红色题材的雕刻发型图案 比如一些伟人和一些爱国图案 然后这次呢 我准备了建国以来的 几个伟人的雕刻发型图案 经过几次尝试以后呢 我现在有把握把它给呈现出来 当然也受到了很多爱国至今的 年轻人的喜欢 我叫史里科 是一名会计员 我在这儿剪了得有两三年了 我喜欢的发型 他都能给我雕刻出来 因为我们快递员这个职业吧 为人民服务 正好呢 今年又是建国七十周年 为人民服务这句话呢 又是毛主席讲的 所以我想着在头上 剪一个毛主席 是为了致敬一下新中国的开国领袖 因为每个人表达爱国的方式不一样吧 我觉得我剪一个这个雕刻发型 是我自己对这种爱国方式的一种表达的 我会给大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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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